下个星期就是崇洋节了今天淡水 学府里也举办了大型的共餐活动 邀请长者齐聚一堂并且和伊甸基金会 还有圆道观音庙合作举办大型的影法共餐活动 现场气氛是相当热闹 在台上老师带动之下 全场长辈一起做起健康操 这里是淡水学府里的温宏广场 为了要欢庆下周即将来临的崇洋节 今天中午学府里举办了大型的崇洋敬老共餐活动 现场超过300名长者一起参与 场面相当热闹 那么今天同时我邀请里内的长者 我们来到此地 大家从阳大家共进一个吃一些扁菜饭 那另外我们还有做老人的健诊 还有做健康操 还有一些福利政策的一个宣导 那里内的老人比我们一起的来得更勇业更多 所以第一次我今天好像有些拍到的状况 我们就欢迎得好 所以我们感觉我们的邪屋里的 真的我们对老人是非常的尊重 也非常的感到尊重老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各方面都非常的配合 结合伊甸基金会跟圆道观音庙的力量 热闹的活动 里内长辈都相当肯定 而在活动中 几位在地议员也亲自到场来关心这些长辈 并表示新北市升格后对英法政策相当重视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公餐活动可以联络感情 让他们能够在地乐活 那也谢谢伊甸基金会 那他们的长照系统那就要进入到我们淡水 来协助我们做好我们老人的长照 长期照顾的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这两个单位 那也在这边也特别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们 重阳节快乐 希望让老人家走出来 然后一起共餐聊聊天 然后看一下节目 而且我们里很贴心 特别还安排我们圆道观音庙的老师 来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 一些健康操 让老人家能够更健康 所以我特别在今天的餐会有强调 希望老人家明年继续请领我们的重阳礼金 所以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 下星期就是重阳节了 这是个敬老的节日 而学府里长也希望透过大型的共餐活动 可以给里内长者一个联谊的机会 并借此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身做起 更加关心自己家里的长辈 介绍部位 淡水采访报道